141,《蘋果日報》,營養飲食,食得夜多 對24小時排毒時間表 2015年7月13日文化E55減肥減極也肥 飲倉、便秘、頭痛,全部都是身體積聚過多毒素的信號 毒素會於不同狀況下日積越累,產生不同影響 除了多做運動令毒素透過汗液排出之外 學習傳統的養生時間表 適當的事後食適當的食物 做適當的事,便可以幫助身體不同部位自然排毒 清晨五時靜至七時靜一杯淡鹽水 這時是大腸排毒階段 空腹飲一大杯暖和的淡鹽水 是從口腔到腸道消化系統進行一次徹底的清洗 八時靜至九時靜清長米粥早餐應選擇 溫暖米粥一類流質食物,保護乾清洗乾淨的長度 要盡量避免吃化學加工的食品 過酸的水果也要少吃 十一時靜至十二時靜五餐 十五時靜至十六時靜以茶燒之下 十五茶時段最好,喝杯茶 茶葉中的茶多酚 多糖和維他命C 都具有加快體內有毒物質排斥的作用 茶葉中的維他命B 一環能燃燒脂肪,把它轉化為熱能 十八時靜至二十時靜晚餐 十二十一時靜至二十二時靜泡過熱水浴 熱水浴可促進排汗 使肌膚變得有痰性、緊致 若加入浴鹽泡浴十五至三十分鐘 效果更佳 十二時靜至五時靜睡眠排毒 晚上九點至十一點為免疫系統排毒時間 此段時間應盡量平靜或聽一點誘惑的音樂 十一點至凌晨一點 試肝的排毒 凌晨一點至凌晨三點 試膽的排毒 凌晨三點至凌晨五點 試肺的排毒 凌晨四點為隻追造血時段 這些排毒動作 全都須在屬水中進行 總之不宜無夜 平日飲食中最好包括下列食物、蜂蜜 時之潤排毒養顏的佳品 對潤廢止咳、潤腸通便 排毒養顏有顯著功效 海大 海大中的典化物被人體吸收之後 能加速病變物和嚴正滲出物的排出 有降血壓 防止動物硬化 促進有害物質排斥的作用 黑木耳 木耳所含的植物膠質及8203 及8203 可將殘留於消化系統內的灰塵雜質吸附 再排出體外 青瓜 具有明顯的青液解毒功效 有助於抑制各種食物中的碳水化合物在體內轉化為脂肪 綠豆 能幫助排除體內毒素 促進機體的正常代謝 西勤 含有豐富的纖維 可過類體內的廢物 經常食用可以刺激身體排毒 姬姐 顏尾鳳 在譯下 每天都可以刺激身體排毒 促進 沒有 種阿 在譯下 倒 有 種阿 真的 維